碎個五角 快碎個五角 白人夢要做 但塑膠也不能少 嗨 Vogue 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劉雅芭芭芭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化妝包 裡面有些什麼 先介紹這一個眼影盤 它的顏色都是比較珠光加亮片的 那今年就很流行這種 bling bling 的東西 平常我都會比如說塗一點在眼皮上面 但是也會帶一點在下眼睛的地方 所以整個就是誇張 那如果你要上台演出的話 當然除了妝容以外造型也要誇張 所以我在我的化妝包裡面 都會隨時就帶個一兩副 比較誇張的耳環 綁水鑽的亮片的造型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小資女 然後早上起來上班來不及了 要趕快畫眉毛 在日本買的開架的眉筆是非常適合你的 因為呢 它這邊是眉筆 轉開中段是眉粉 在尾端呢 它設計了螺旋刷 所以你就是一支打天下 不用帶三個東西 帶一個就夠 當然 要上台就是不能不提到口紅 口紅應該是在貨妝品裡面 我最會投資的一個項目 先從比較親近大家的來講好了 因為這個顏色比較沒有那麼誇張 它是有一點橘色帶粉這樣子 它的質地比較輕 所以我有時候會擦在嘴唇上面 以外呢 我也會帶一點擦在臉頰上面 甚至如果你也是要像剛才那個 眉筆一支打天下的話 有時候也會帶一點在眼皮上 所以你就會看起來比較有金色 那如果你要跟我一樣要上台表演 你就可以選比較特別的顏色 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因為有時候你看 它是唇蜜 唇蜜有時候不顯色 但是這個特別顯色 就很適合上台 那如果你想要成熟或性感的話 紅色或是現在流行一些土豆色 配一點紅色的話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的化妝包已經全部都展示完 我裡面有些什麼東西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忙碌生活中 盡情展現自己 這是我耶 也太可愛了吧 選擇 是什麼呢 打開你的包包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我的包包 在這裡 這個其實是外套啦 天啊好髒喔 這是女生的包包嗎 我突然覺得 這女生 這個是我的BOSS藍牙耳機 我愛的Switch 最近都在玩賽爾達 我其實差不多都是可能工作完畢 透透氣的時候 就是玩一下 然後呢 這是我的錢包 我爸爸在我15歲的時候 給我的生日禮物 他已經被我用到 他的拉鍊已經沒有了 對我裡面還會隨身帶這個 護身服 對我爸爸從日本幫我買回來的 謝謝BOB 這石頭是愛心 然後這是我之前好像去 反正我忘記是去拿一個海灘 然後那時候就找到 就是覺得 留個紀念這樣 重點來了 我的化妝包 先講這個好了 這是Benefit的 眼影 然後它裡面很多種顏色 我平常都會用比較 先用比較深的 我喜歡用這個顏色 盒子也很可愛 魂可愛 然後 這個香水 香一香 香香 喔好喜歡 然後 喔還有這個 眉筆 上學 如果要畫眉毛的話 我就會用它 我喜歡用這個CV 它很細 就是你不怕 可能你的下手太重啊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 喔這個這個這個 它很像原字筆 但是 它其實是眉筆 對 它有四種顏色 就是可能你先畫你的眉毛 然後如果可能你畫錯呢 就可以用這個遮瑕的 給它就是稍微 很像橡皮擦 也要給它擦掉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打亮的 打亮的好像就是畫在 我其實也不是很會用這個打亮的 可能就是這邊 給它打亮之類的 差不多就這樣吧 那你們來這邊扭蛋的時候 可以扭那個 然後 可以老闆 看你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好啦就差不多這樣子了喔 今天出門的時候 想起了這個兩年前 買的小包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個子也不高嘛 比較小的 然後這幾年好像流行小包 然後看到這個手提的 這個手提的把手 這樣的小包 做這麼小 超可愛的 元素就是有一點點復古啦 有一點點金色的 我喜歡的元素 還有咖啡色這樣 我覺得滿好看的 這種小包其實要擠得很擠 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先都拿出來再慢慢 感覺上是要介紹這個包的容量 小叮當 你看很多布袋 好 都拿完囉 就是這樣子嗎 都拿完了沒了 這是女生嘛 就是補妝的小物囉 那我出門呢 一定要帶的東西呢 No.1一定是手機 那手機我喜歡很可愛的 然後因為我超愛超愛 happy face的 smiley face 我覺得我只要看到 不管是衣服上 有這個 或者是任何地方 背包布袋手帕毛巾 什麼只要有這樣笑臉 我一定就會把它放在我身旁 這個是當初那個 買咖啡的時候送的厚厚貼紙 然後我就貼上去 然後我的乾女兒很愛貼紙 又送我一個這個小朋友的貼紙 我給他貼上去 然後這些大頭寶寶 我常常去逛文具店 會看貼紙 這是我自己買的 很可愛 介紹這個比較特別的好 這個就是我的 順勢療法的眼睛的藥 美國也蠻流行的一種 是吃個五顆左右的小糖球 然後這個單位是這裡 30個單位 就是沒有說很高的 那我之前眼睛有那個潔膜鹽嘛 所以我吃這個會好 眼睛有時候拍攝的時候眼睛很紅 就吃不到 它不是藥 它是一種順勢療法的維他命 然後我們在加拿大買的 補補補補補好多好多 買了一大堆 這個是什麼呢 認得嗎 漂亮嗎 如果有買這個 這個飾品的人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最近就是會帶手鍊嘛 那手鍊常常就會到處放 有時候要工作的時候 它不能搭配 我要把手刀包裡 手鍊可以好好的躺著 等一下 然後我就不會找不到它 它也不用在我們同事的紙袋裡面 漂流了 可愛喔 這個很可愛 可以拿來放錶 因為這手鍊很可愛 這手鍊是他們的手鍊 超長的 一定要無敵長的電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妝髮的時候 都要跟人家借電電 有時候那個插頭帶很遠 反正我就是喜歡這東西 如果有三米的 我也會買三米的這樣 我不能接受太短的充電線 這個是最近用的非常好用的 某一個遮瑕霜 裡面有一個遮瑕膏 很方便 搭配一個超滋潤的 萬用色系 口紅 這種就是 我都不喜歡用眼鏡盒 因為我們的包實在太小了 一定包包裡面會有兩個部眼鏡 就是一個是墨鏡 是假裝別人不認識我的 其實也是認得出來的 學生 別生氣 這個很方便 這很好笑 我沒有帶皮包出來 因為我覺得皮夾都好大又好厚喔 我常常會把這個 你看都好舊喔 對不對 這個是品牌的飾品包 已經你看脫線了 然後裡面有什麼 錢 東巴克的卡 還有一堆零錢 這樣子的話很方便啊 你買東西的時候很輕盈有沒有 然後那個發票這樣多厚都可以疊進去 我去便利商店我都這樣 嘿 在旁邊 這本很推薦 應該是我的造型師推薦給我這個作家 是日本的寫心詩的作家 他有原文跟翻譯對半 然後有時候工作不是會一直被打斷或打擾嗎 所以你讀一兩篇詩其實很快的消化 心情也會稍微能逃離原有的那種浮躁 好喔 各位Vogue的朋友們 這就是我平常包包裡面的小物品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換不同的包 為你們介紹不同的東西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隨身攜帶的隨身小物化妝包 第一個就是這個青春露的噴霧 就是大概每兩個小時我就會噴一次 然後很簡單方便就這樣打開 然後一個距離這樣噴一噴 第二個分享的就是這個小紅棒 然後因為我會怕髒 所以用一個透明的袋子裝起來 然後我就是會用活膚霜 然後把它擦在臉上 然後均勻抹完之後呢 這個就非常厲害 就是你壓這個金屬的地方 它還不會震動喔 但是你碰到臉的時候它就開始震動 就有導入的那種效果 再來就是這個CC霜 這個CC霜它是有防曬跟润色光澤 因為它擦起來有一種我覺得很透 就是有一種稍微亮一點 也不是白就是稍微亮一點的膚色 然後再來我自己裝了一個小拼盤 我就是會出門的時候要有一種尾素顏的感覺 所以就是用CC霜完之後呢 這裡就有很多顏色 然後我會依照不同的部位分顏色 像眼下這邊的黑眼圈 我就會用比較偏粉色的蓋板膏 然後如果是鼻子附近的一些修飾的話 就會用比較偏黃色的 遮瑕完之後呢就會先上眉粉 然後眉粉就是把那個眉毛的顏色 稍微用深一點濃密一點之後呢 再用眉筆去修飾眉型 可能一些空洞啊或者是比較不夠長的 就把它拉長用眉筆修飾 然後其他就是眼藥水 指緣油 然後還有這個 它叫小金夾 它是拔任何的細毛或者是什麼毛 都很輕鬆的 就是輕輕這樣抓著一拉就掉了 就真的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然後這個是我的護手霜 然後因為我是護手霜很大條 所以我用這種小盒子分裝 就很方便可以放在化妝包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一個鏡子 我覺得很可愛 好啦 我的那個化妝包已經到底了 已經沒有東西了 就先分享到這邊 下次有新的東西再推薦給你們 拜拜